大家好,我是幸福水晶生活这本书的作者蓝元彤 大家叫我Crystal 很多读者跟我反映啊 我的书里面有些章节呢 虽然有所说明 但是他们还是有看没有懂 所以呢 以后呢 我会陆续的推出一系列 跟我书内章节的里面内容 一些有相关的影片来做说明 那今天是我们第一次 针对这个幸福水晶生活这本书里面的166页 166页里面的有关领摆 有关领摆的一些运用的方式 还有他应该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在这边录下这个影片呢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领摆呢 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同的材质 我们现在现场呢 就有很多不同的材质的领摆 来提供给大家参考 像这个是红发金 白水晶 青金石 红兔毛 粉金 五眼石 金发金 紫水晶 绿幽灵 是不是 等等 不同的材质 都有不同的这个形状 那领摆也有像这样子 这么大的双肩的形状 然后也有像这样小双肩的 那也有是像这样子采取圆框的方式 上面并没有尖锐的地方 那为什么要领摆呢 要采取这样子双肩的方式 或者是有一个尖端呢 是因为呢 这个尖端呢 对能量会比较 领摆 它的感应会比较领敏 不然的话呢 其实大家身上平常所佩戴的一些 坠子啊 或者是 预啊 等等一些坠子 也可以用来做领摆 但是因为大家如果 平常没有练习的话 可能一下子呢 这个领摆它的感应 不是那么的敏锐 所以呢 可以用这样子 下面是尖端的这个领摆 来做一些测试 那领摆呢 所谓的领摆呢 除了是要有这样子 一个坠子之外呢 它也要一个线 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呢 放在我们的手上面 来做一个测试 那这个线也是有讲究的 这个线呢 一定要用人 不能用人工的一些材质 要用自然的天然的材质 比方说 棉线啦 甚至我们的头发 或者是金 银 K金 等等 这些自然的材质 来做为这个线 这样子 比较容易有感应 而且它的测试 也会比较准确哦 那 怎么样子才能够做一个正确的 一个领摆的一个测试呢 首先我们要来讲究一下 领摆的它的 持握的方式 首先呢 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 拿这样子 来做领摆 这样是不是正确的 那我们应该要把它呢 这个链子呢 绕固我们的食指 然后下面三个指头 不要去碰到它 这样子 好 来做一个领摆的测试 会比较 能够让它有所感应 有所摆动 那 至于 使用的方式呢 其实 我们拿一个来做测验好了 比方说 这边是一个很漂亮的 黄金琥珀的坠子 那我们要用领摆来做 测试它的能量的时候呢 首先除了领摆的资料啦 这个线啊 还有持握的方式之外 还有它的感应的这个距离 也是有讲究的 就是每一个 每一个东西 每一个物品 它的这个能量的这个大小 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它会有一个特别能够感应到的 一个距离 就是领摆跟这个物品之间的距离 所以你可以自己呢 可以去尝试的去抓出这个适当的距离 哪一个才是 能够 你最快感应得到 那一开始我们也许持握的时候呢 我们的手不是很稳 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手肘放在桌面上 手肘放在桌面上 然后形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三角形的姿态呢 这样子会比较稳 比较不会这样子晃动 影响到领摆 另外我们在开始 做领摆的这个测试抉择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对这个领摆呢 有一些恭敬的心 就是说我们要对它比较客气一点 因为它是结合了宇宙间的一些能量 然后有所感应的 所以呢我们要常常对我们的领摆 要比较客气一点 常常对它说 谢谢你 请你 或者是对不起啊等等的 OK 好 那我们要开始做领摆的测试之前 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把这个领摆 就放在这个琥珀罪子上面 然后我们可以在心中默想 一开始的时候如果说 你要测试这个 你要领摆测试的物品 它的能量是正面或是负面的话 我们心中呢 第一个要专心 然后也不要太紧张 放轻松一点 然后不要一直想说 我一定要看到怎么样子的一个反应 因为越轻松的话 它越容易感应 越紧张的话呢 反而能量没有办法扩大或放松 所以呢 大家一开始在做领摆测试的时候 千万不要心急 慢慢来就好 那也不是一开始就能够 非常快的看到反应 就是它可以慢慢练习 好 那我们看 在这边的话 我们开始看到 领摆它开始有一些小小的转动 而且是顺着时钟的转动 那我们心里也可以想说 请您把您的转动大一点 麻烦你把这个转动大一点 给我们看一下 OK 大家很明显的看到 它的转动是顺时钟的转动 在我们北半球呢 顺时钟的转动 代表的是正面的能量 如果今天它摆动是逆时钟的话 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有可能是负面的负面的一些能量在展现 所以OK 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我们现在请领摆停下来 谢谢 好 所以这是一个领摆测试的方法 那这也是最简单的方法 如果我们今天要测试一样东西 它的能量是正的或是负的话呢 我们心里呢 要先第一个心存恭敬 第二个呢 不要先有什么样一个预设的立场 这样子会影响到你的心念 会影响到领摆它本身的一个摆动 所以我们大家自己就是在做测试的之前呢 自己要想清楚 把心里静下来定下来放空 没有什么预设的一个想法 这样子领摆才会做出最客观的一些反应 那领摆呢 它在摆动的时候有几种方式 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 我现在是用我自己的意念来改变它的转动方式 首先呢,我们要问领摆事情的时候呢 你可以请它有四种转动的方式 第一种是顺时中的转动 就像这样子 顺时中的圆形的转动 好,请停下来,谢谢 另外就是逆时中的转动 像这样子是逆时中的方向的转动 谢谢,请停下来 然后是前后的一致的晃动 好,这是第三种方式 请停下来,谢谢 然后呢,是左右的摆动 好,这四种方式呢 你可以运用在你问问题的时候 谢谢林白,请停下来 您问问题的时候呢 您可以举例说 比方说,今天我交到一个新的男朋友 那这个新的男朋友 我如果继续跟他交往好不好呢 举个例子 如果还单身的人可以这样子问 那比方说好的话呢 请林白顺时中的转动 那如果不好的话 请林白前后一致的晃动 最好就是 反正就是 最好就是 两个不同完全极端不同的一个回应方式 这样子会更清楚一些 那这是最初阶的一个 问事情 用林白测试的方式 那还有一个进阶的方式 进阶的方式呢 嗯,其实有两种哦 一种是 好,今天我们用我们的手 比方说林跟我一样是女生 好,这林白在我的手上 是这个样子的 好,大家都看清楚了 那因为,我先请他请下来 因为呢,林白呢 就是我们在磁场上面 大家都会知道 就是很多是 呃,磁场的特质 就是同性相识 异性相惜 所以我们可以运用林白呢 来做一个 嗯,比较就是 活用的一个进阶的方式 那比方说 今天我要去 呃,有两个公司去interview 去面试 那A公司跟B公司 有两个 我这边写了两个纸条 哦,做一个示范 应该朝着大家 比较清楚吧 呵呵 OK,好 一个是A公司 一个是B公司 好 那我今天要看 我比较适合 请想请问林白 就是说 我比较适合去A公司 还是B公司呢 那 好 我自己的手上 它是这个样子的 好 比方说 我现在就是 帮我的手移到A公司的旁边 哎,它都没有动 也没有被吸引过去 好 表示我跟A公司之间 互相是同性相似 所以 可能彼此之间 不是那么的适合 那我们现在再移动到 B公司的旁边 哎 可以清楚的看到它 被吸引过去了 所以形成一个 椭圆形的一个 转动的方式 好 表示我跟B公司之间呢 我们异性相吸 嗯 应该是蛮适合到 这个公司去的 OK 这是一个示范 那 当然大家自己在做测试的时候 心中呢 不要有任何的预测 或者是预设的立场 比方说我比较喜欢 其实内心比较喜欢B公司 所以就一直想B公司 这样子 可能会影响到 0-100本身的一个客观性 OK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书上写的 就是0-100的运用方式 嗯 它用什么样的材质 然后它的线 有什么样要注意的地方 然后呢 它的测试方法 嗯 可以用这个四种不同的 这个旋转方式啊 嗯 来做问事情 或者是你可以用我刚才这样 进阶的一个方法 嗯 来询问就是说 自己适合的 一些人事物对象等等的 那希望今天我的示范呢 能够让大家对我书上的 这个0-100 嗯 会有更加清楚 更加明白 更加深入的认识 也希望大家能用到 这个神奇的0-100呢 为得人生做出最佳的抉择 今天我们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